你的门诊来看啊 就是因为现在戴口罩非常频繁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建议 大家在夏天戴口罩应该怎么样 去处理这个闷热的问题 口罩的闷热当然会有 那可是事实上 它对热散失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没有到那么的大 因为老实说人体 它是有汗腺发热最主要 然后呼吸散热会是一部分 但不会是最大宗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不太建议就拿下来 让自己透透气 当然在周围没有人的地方是可以啦 那另外有一种是口罩架子 让它稍稍的有一点 对对远离一点 但是这个其实不适合架太高 因为它就是要为了保护嘛 你把它架开来 那个气流进去 其实病毒也是有机会进去的 只能说疫情的时间 我们就放松这一块 还是要让它闷着 就是不能靠这边散热 然后我们是用身体 其他的地方去散热这样子 是讲到身体其他器官去散热 就是尤其汗腺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的汗腺 可能不是太发达 就有些人他平常就是流汗比较少 但这时候夏天就对他来说 是一个更严酷的一个考验 对对对对对 所以遇到中暑我们在西医有一些急救的方式嘛 那中医也有类似的嘛 当然就是其实因为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帮助身体赶快把热度散下来 所以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远离太阳 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去 不管是大树下 或者说房子的阴影都没有关系 尽量要先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凉爽的一个状态 因为有很多时候你的热不是身体不发 是因为外面更热 就是说整个环境超过了你身体的温度的时候 你身体的热当然就散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先移到比较阴凉 比较清凉的环境里面 那第二个就有些时候大家会为了防晒 就穿个长袖啊 其实有时候也是闷的一个方式嘛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没有在太阳底下 我们就赶快把衣物稍微除开来 让身体散热的效果是更好一些的 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身体的水分够不够 我们刚刚说散热是要靠发汗嘛 但是当你身体的水分不够的时候 其实你汗也是不容易发出来的 身体温度会一下子飙很高 所以饮水是很重要的 要随时的补充水分 那其实我们的汗里面除了水以外 还有很多的电解质 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开水而已 甚至有时候一些电解质水啊 或加一点盐巴的水 都会对身体的发汗会有一些的帮助 是不是每个人夏天最好随身携带一瓶水 因为这样就可以随时补充 然后可能加一点盐 在里面也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嘛 就是不管是喝的 或者说当你真的身体没办法散热 有时候我们有点冷水铺在我们的表面 比如说腋下啦 或者说膝盖后窝 鼠息这种比较散热比较快的地方 那汗发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用一点点的冷水 就是说让身体的表面降温 然后让汗发的出来 会不会借有一些比如说凉的天然 像一些薄荷精油酱会不会有帮助 还是说其实太刺激也不好 太刺激其实也不是太好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汗在散热的时候 它是扩张的 太凉太刺激的东西它会让它收缩 反而热会闷在里面 只是一点点的水分 它其实是帮助善失 身体会觉得凉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在整个紧急处理方式 我们就是比较危险才要去送医 就是如果我们把能做的都做完了 可是身体还是很不舒服 觉得快晕倒的状况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是赶快送到医院去 可能喝的水来不及了 它可能需要打点滴 或什么帮你去做一些 再强力一点的补充水分的动作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有哪些穴位 其实可以紧急去做按摩 让它也可以降温吗 对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所有人 都会带着刮沙板在身边 或者说乳液啊什么这些 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当你真的很不舒服 可是手边没有工具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穴道按摩的方式来取代 那我们可以推进四个穴道给大家 那这四个穴道 通常它都有一些散热的一个效果 第一个是河骨穴 就我们虎口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是驱驰穴 就是手肘弯曲的这个凹槽的地方 然后还有脚上也会有两个 斜海穴跟我们的竹山里穴 那斜海穴 就是在膝盖上面的内侧 在膝头的内角往上沿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附近抓一抓 其实它还蛮酸胀的 这是斜海穴 那竹山里穴呢 是在膝眼的下方 四根指幅的地方 然后跟颈骨 大概一个手指头宽的地方 这边是我们的竹山里穴 那这四个穴道呢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清热散热的效果 在紧急的时候 手边没有工具的时候 就赶快掐它的穴道 那也会让它快速的稳定下来 就是有一些头面头晕头痛 那我们也常用河骨穴 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感冒 初启 比如说咳嗽啦 有一些痰胸闷气短的时候 也可以常用我们的躯齿穴 来做处理 那医生应该有说有两种 一种是可能就是正常的这种 而没有方案 一种是好像是肠胃会不舒服 这种也是按这两个穴位吗 也是可以 其实我们趋齿跟河骨 都是大肠筋的一个穴道 它跟肠胃也是会有相交流的 一个气血的一个效果 有没有什么样的饮品 可以适合在夏天去防我们中暑 然后让我们的热可以散掉的 其实夏天我们很推荐一个药膳 我们叫做生脉饮 生脉饮里面主要我们就是有 党参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用到三前 那这个参它有补气的效果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 是比较好一些的 那第二个麦冬 它本身是有脂婴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 一直在出汗的时候 其实身体会干掉 那麦冬它补水的效果还不错 所以它在身体里面 是一个脂婴补水的一个药效在里面 那五味脂其实它量就很少了 你看我们只有涨到五粒 因为它本身是很酸很酸的一个药材 放多了这个药汤就不是那么好喝 那五味脂它本身的效果是酸收 收链的意思 我们刚刚说虽然发汗是可以让身体的代谢 比较好一些把热代谢掉 但是发汗太过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损伤我们身体的精液的一个本质 所以五味脂的酸收酸链的效果 其实是在帮忙炼汗 就是它汗要发 但是不能发得太过度了 那另外我们还会加一点点的干草在里面 除了它的噬口性 比较好喝 对也比较好喝 那另外干草也有和解猪药的一个效果 有时候夏天我们常吃东西 有时候会吃到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用一点点干草是有解毒的效果在里面 所以这最好是用煮的用泡的比较要效不出来 其实要煮在煮之前泡一泡让它先软化 然后要滚过它的效果会比较容易出来 所以这可以当一般的那种饮用品来喝吗 就是看浓度 对把它煮稀一点当茶喝这样 所以这有没有哪些身体状况的人不适合 其实生脉饮它还蛮平和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容易使用的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肠胃比较寒性的 因为它其实像是比较凉一点点的 肠胃寒性就是容易拉肚子 不一定有时候拉肚子是热泻 对就比较比如说你喜欢喝热水 然后你吃到冰品身体会不舒服的那种 通常是肠胃比较凉一点点的 那这一个剂量上面就稍微控制一下 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 其实夏天蛮适合吃一些那种酸梅汤啊 这种有一点微酸的饮品 对其实酸都会有一点点收敛的效果 那另外呢蛮多的酸性的物质呢 它也可以有开胃的效果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其实还蛮适合去使用的 讲到夏天 因为生活上也会造成我们中暑的一个 就是我们影响的因素嘛 那所以在生活上有没有哪些是要注意的呢 其实在生活上面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水分 在饮食里面不要吃太多燥的啦 辣的啦 让自己火烧起来的一些食材 所以饮食其实以清淡为主是比较好一些的 那另外呢在食材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多挑一些 清鼠利湿的一些食材或药材 可以搭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去帮助身体去散热 就像那种冬瓜苦瓜西瓜这种 这些瓜类的东西 其实你看它在夏天都长势非常的好 大家去市场上发现什么菜最便宜 通常都瓜类的东西会相对的比较便宜一些 因为它们在夏天的时候是长势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也跟我们的节气会有关 通常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就可以吃多一点这一类 长势非常好的蔬果类 那它都会有一些清热 会有一些沥水的效果在里面 那如果我们像我们在外面已经很热很热 然后有点中暑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它一个西瓜汁 或者是一片西瓜 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太冷了还怎么样 就是看当下的状态 当你身体是很热的时候 我们称西瓜为天生白湖汤 它散热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也是要看当下的身体体质 当我们正热的时候 你很冰的西瓜汁一下去汗收起来 有时候反而会预热在里面 所以我会建议当你很热的时候 先缓一下喘一下 身体没那么热的时候呢 吃一点西瓜或吃一点西瓜汁 那也可以帮助身体清热的一个效果 或者说像番茄啦 或者说一些绿豆啊 艺人这些东西都是很清热 可以让身体的水分补充很多 然后帮助身体把 用水分把热带掉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的冬瓜汤 那我们里面可能就要放一些姜丝 它的目的其实除了沥水以外 我们的姜皮是有沥水的效果 可是它本身有一点点温热的性质 可以去中和掉我们冬瓜的一个寒性 所以如果当你的身体不是那么的温热的时候 比如说比较偏寒性的人 他在夏天也是可以吃一点冬瓜 但是记得要把生姜加进去 就是在煮冬瓜汤的时候 生姜可以去着量的调整它的多跟少 接下来要问一下医生 就是说很多人他可能是很热中暑 可是有些人他不是 他好像是吹冷气中暑 那这是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中暑吧 对 其实我们刚刚说过 中暑它是因为身体的热发散不出去 造成身体的代谢的一个异常 那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还是会 因为我们的这个时节是在热气的状况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吹冷气 当我们冷气吹得太强的时候 我们的毛系统是收缩的 那收缩的状态下 身体的热就散不出去了 所以它会闷烧在里面 你量体温其实没有太高 但是对身体的状态来说 它是过热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们称为是阴鼠 就是说它表现出来的症状 可能不是像中暑一样 那么明显的 因为一下子太热 然后马上的一个症状出来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身体会越来越困倦 越来越沉重 那这个是热气闷在身体里的一个反应 那这样子我们称为是阴鼠的一种症状 所以阴鼠也是要让它发汗吗 对 但我们就是相反来做 阳鼠的时候它是让它的散热 那但阴鼠的时候 我们是要让里面发热 让它的汗散出来 所以要给它保热是不是 对 倒不能用闷的出汗 闷的时候 有时候它会闷的热过头了 对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方法 让它稍稍出点汗 那当它的毛细孔张开的时候 那个热饰就比较容易散出身体外面 阴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喝一点热水 喝一点热汤 对 那让身体的热在里面发作 因为它其实闷在里面的时候 身体的表层不知道 或者说它的表层因为冷气的关系 它以为环境是冷的 它的毛细孔是收缩的 那我们要让身体去适应这样状况 一般会请它离开冷气 可是但不知道太阳下去晒 就只是离开冷气房的一个环境状态 然后让它的毛细孔知道它该张开 然后让它喝点热水 然后发点汗 然后再回来就对 就是让身体发完汗擦了以后 再进到冷气房里面 我想在台湾可能很多人也会有阴鼠的这个现象 因为我们现在吹冷气已经比较普遍 尤其外面很热大家都贪脸 哦 赶快冲进去 对 这种状态反而是比较容易 就是忽冷忽热的一个状态 那个阴鼠其实是比较容易发作的 在夏天呢 最重要就是预防中暑 那么我们在预防中暑的饮料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是用药材 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个预防呢 在夏天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有的人的体质比较偏热 有的人体质偏寒 所以我们这边推荐了两个一个汤方 分别属于比较偏温热一点的 跟比较偏清凉一点的 那就可以调个人自己的体质去挑选 那第一个我们想要介绍的是香茹饮 那它有三个药材 就是香茹 白扁豆跟我们的厚破 这三个药材它本性都是比较偏温 或比较偏平性的 可是在夏天呢 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预防自己的中暑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属于肠胃比较冷的人 对 这是肠胃比较冷 然后或者说它有发热的感觉 但是它有很明显的一个头重脚轻 疲倦的一个肠胃的一个症状比较多 甚至偶尔会有一些反胃呕吐 或有一点点拉肚子的一个状态 那身体比较热的呢 比较热的人他就很适合我们的白虎加生汤 白虎加生汤它其实是白虎汤 加上人参的一个组成 那白虎汤是枝母 石膏 耿米 这三位药材是我们本来的白虎汤 但是以台湾人的体质来说 因为大家熬夜真的熬的比较多一点 对 所以我们气虚的人相对是多一些的 所以我们就让它再加上一些党参跟制干草的部分 那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药材呢 虽然比较清热清凉 但是又有补气 又可以生津的一个效果在里面 那当我们中暑发热 甚至有那种口干舌燥啊 或疲倦乏力 有些人累的时候 连讲话都觉得很没有力气的时候 其实白虎加人参汤 都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帮我们做一点补充 了解 接着 这个 叶子